好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讲的 就是有关AI的认证 那大家等一下也可以去上课 那这个是PMI会自动帮大家 来做这个换证的部分 好那大家就前往这个PMI的 这个或是你登陆你PMI的账号 然后就可以来下单购买 所以大家在PMI的shop里面也可以购买 那这是0元课程 这是不用钱的 好那这个课程有6个模组 那我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那首先这个课程呢 它把这个内容都放在一起 那帮助大家可以很快的了解 生成士AI的这个资源 那有一些案例分享 我觉得蛮不错的 好所以请大家就开始准备好 好那可以前往PMI的 或是你Google找到一个生成士AI的这个课程 那这个是英文的版本 好那这是主题是人工智慧 那这边是请大家在PMI的网站上找到之后呢 那记得在这边所有的e-learning里面 那这边有非常多的课程都是免费的 好那请大家先购买课程 但不用钱所以大家先购买 那购买好了之后呢 大家记得要登录到PMI的账号跟密码进去 好那登录之后呢 大家就会在你的这个账单里面 好这边就有一个这个付钱 那有问题就按Help 好那下单之后呢 请大家就是确认订单 那确认好这个零元订单之后呢 你就会收到一个这个部分 那你就回到买PMI里面去 好那你进来之后 在你的Dashboard仪表板这边 有一个Course Library 那假设是20最近的PMI PMP应该可以找到一个Course Library 会有一个你的AI的课程 就刚刚我们购买课程会在这个Library里面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你正在观看的 那大家就看到一个生成式的AI 请大家点这个灰色的地方 点这个连结进来之后呢 然后就会开始上课了 那每一个影片呢 虽然是5个PDU 但其实它每个影片都没有超过5分钟 那它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从1,2,3,4,5,6 大家都要点6个步骤都要完成 那它右上角都有一个打叉 记得哦 你要打叉才可以记录你已经完成了 那完成了6个课程之后 请大家最后到这个knowledge check 然后会做数题的考试 然后通过测验80分以上 你就会拿到一个AI的徽章跟这个证书 就这个 做一个徽章跟证书 好那题目会像这样子 它就会出现了第一题 那题目长像这样 那你就选一个答案 好那假设你超过了 你做完了到第15题之后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分数 好这边就是passing rate是这个80 那我达了86.66分 所以呢 你就会收到一个邮件 然后告诉你可以去领证书跟下载徽章 那假设不及格怎么办 没关系 它可以再重新考试 所以你就再重新考试就可以了 那其实你就会比较知道结果了 所以就试试看是到80分就对了 那我自己发现如果考第二次好像也不会给你太高分 那但是一定会超过80 所以大家就可以拿到一张生成式AI的PM认证了 就是这个徽章 好所以你通过考试就会拿到这个徽章 然后跟这张证书 那上面就有你的英文名字了 好那PMI也会帮你自动申报五个小时的PDU 所以当你完成这个课程 它就会出现在这边 然后假设是今年PMI 因为把PMIchoice也搬家了 所以你在Course Library 也会看到你的PMI的正式的这个课程的资料 那也是可以进来看 好那以下就是大概数题的题目 那这个比较特别 就是大家不要记得ABC 因为它你们要记得是绿色的地方 因为它这个我自己发现到说 它的答案选项会跳来跳去的 所以你们不要被答案 你们要记得就是这些的关键字 这些的关键字 那这简报后续会再寄给大家 如果你有报名 那后续我们再寄给大家 那大家可以再去练习试试试看 那绿色就是答案选项 那有时候会在A有时候会在B 那你就记得找到这个答案的关键字 好那这是帮大家测过的 我们就大概有15题像这样的题目 好等一下再把这个给大家 那大家等一下还可以试试看 那就考一些题目 我觉得还不错啊 就是说AI怎么跟PM来做协作 然后AI可以帮助我们PM得到什么效益 好那我觉得这个题目都还不错 那PMI本身有一个AI PM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跟PMI协作 PMI的AI去做协作 就像刚刚律师也跟大家说的 不会AI的人不会被 AI不会取代我们 但如果我们不会用AI 或是不能跟AI协作 我们就会被淘汰一样 好那PM也推出了Kickoff的课程 那在这里面都有一些小资讯 那这是免费的 那大家也可以前往观看 那它有两个 一个是预测式的课程 一个是敏捷课程 那大家点这个Kickoff 那可以进来 那这个一样一个都是五个PDU 那都是免费的课程 那也都证书跟徽章 好那谁需要Kickoff呢 因为随着时代的演进跟改变 那专案管理跟过去 你所想的所学的不定一样了 所以PMI特别设计了这个课程 让在2021年以前的P&P 来做持续的学习跟精进 那也鼓励 或者是各位回到公司里面 我想只有一个人会专案管理 是不够的 需要更多人 那如果公司没有那么多预算 那每个人都成为P&P 那至少你可以帮助你的成员 让他们去看 像我就要求我们的新人 都要来上这个课 那一样的 他们就通过考试 会拿到这个证书跟会账 好那一样的 假设英文看不懂 没有关系 就是Google按右键 可以翻译成中文 那这边就有这个预测式的课程 那也可以切换到敏捷的课程 好那就是主画面 会告诉你 整个专案的哪一个部分 那就开始上课 那他每一个章节都一个小测验跟模板 可以下载跟使用 好所以 然后再也说敏捷课程 那敏捷就比较单纯 他就分为启动 跟把工作完成 跟投入营运 他就上完了 好那一样的 他有一些小课 测验跟一些模板 可以下载使用 好那如果你都完成了 他就各有一个徽章 那假设完成的是预测式 他就会 这边就会出现预测式字样 那这边也可以把它 徽章分享出去 好那我们到这边一样 告一小段落 然后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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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